4月21日,我市新增193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1569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。 全市的疫情已经连续几天呈下降的趋势。 浦东、闽杭、松江、青浦、浦陀和长林六区近3日总体疫情持续下降。 徐慧、鸿口、宝山和嘉定等市区总体的疫情继续处于平台波动状态。 静安区、黄浦区和阳浦区等山区的疫情仍有所上升。 奉贤、金山和崇明等山区的疫情持续保持低位。 4月15日,上海市启动清零攻坚以来,行动效果日益显现。 每日新增感染者,特别是社会面新增感染者,逐步下降。 风控区逐步缩小。 当前,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。 防控工作正处于较劲爬坡的关键时刻。 为进一步巩固扩大清零攻坚工作的成效, 市防控办昨天制定了实施的方案, 采取全域静态管理、全员检测筛查、全面流调排查、全民清洁消杀、全程插漏补缺等综合防控措施。 做到应检进检、应格进格、应收进收、应制进制、力争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